法國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古蹟 叫做贖罪教堂 他最近在翻修的時候 有這個考古學者發現 他的夾縫裡面 居然藏了五百具的屍體 是這樣子 這個贖罪禮拜堂 他裡面有幾個圓 也是圓柱 那這個圓柱中間發生裂縫 裂縫之後管理員 又請了考古學家來 考古學家說不能挖 我用那個伸縮攝影機進去看 所以進去一看 但連退三步 被嚇到了 一進去看裡面 裡面有四具棺木 除了四具棺木裡面 看到了五百具骨骸 五百具 五百具骨骸 是現代的骨骸嗎 我跟你講那個管理員說 我也要看一下 因為我管理這個書隊長 他一看之後 當場哭泣 嚇到哭了 對 好 為什麼呢 他說這裡面骨骸 是當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全貴被剩下斷頭臺 法國大革命兩百多年前 兩百多年前 斷頭了骨骸 丟了那邊 為什麼會這樣推斷呢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叫贖罪禮拜堂 因為當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路易十六跟他的奧地利的皇 王后 王后 先後被送到斷頭臺 路易十六是法國唯一一個送到斷頭臺 來處死的這個皇帝國王 好 那我先講這個王后很了不起 你現在吃了可送麵包 就這個王后發明的 所以吃可送麵包 要想到他 對對對 好 他們兩個被殺了之後 就丟到一個坑裡面去埋起來 在這坑裡面埋了多少年 你知道嗎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路易十八的時候 就說去把他挖出來 那也該變成算骨頭了吧 我告訴你 居然在他們襪子 腳上的襪子 辨認出這襪子 是國王跟皇后的 用襪子來辨認 用襪子來辨認 因為襪子還在這個腳骨上面 就骨骸營出來 營出來之後 他就在當地 你把那坑裡面 總共找了三千具屍骨 三千具 他就在那坑的當地 蓋了贖罪禮拜堂 叫做贖罪 就沒想到兩百多年後的今天 就在牆壁裡面 又找到了五百具骨骸 所以大家在問 還是不是有骨骸 好了 這地面上的骨骸對不對 你曉得嗎 全世界最大的墳墓 全世界最大的骨骸 在巴黎地下 你從 我給大家講個妙舉 你從羅浮宮 地下人孔帶拿出來 下 弄下去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墳墓 你知道裡面有多少這個骷髏嗎 多少 五百萬到六百萬 現在還有人講說 六百萬到七百萬去骷髏 這麼多你看到沒有 好 這也是法國大革命嗎 不是 他是七八六年 法國發生這個大規模的瘟疫 好 死了很多人 那這裡本來是個石灰岩的地下採礦石 他們就把這些死亡的人全部丟下去 丟下去 各位看太恐怖了 我告訴你 他總共長多少 三百公里 這麼長 三百公里 三百公里 對 裡面有六百萬到七百萬具的骷髏頭 他現在做成博物館 他現在開放兩公里 讓你進去參觀 你知道一天只能進去多少人 兩百人 為什麼要限制人 因為很恐怖 太陰森恐怖了 我告訴你 他最窄的地方不到兩公尺 你不到兩公尺 你轉彎 隨隨隨便都碰到了 左邊右邊都碰到了 就把你嚇死了 你知道 所以巴黎一個充滿神秘詭異的地方 在地上找到了五百具的人骨在牆裡面 你走在巴黎的路上 地下全部都是人的骨骸 如果大家講說美國的總統川普沒有人性 罵他 川普沒人性 這句話大家覺得不意外 但是逮到證據就是另外一回事 紐約時報就爆料了 這個川普他其實知道了一個秘密 他說普丁其實在 他有買兇 買兇塔利班的人去在阿富汗要殺美軍 而且這件事情 美國總統川普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都知情 但是他之而當作沒這回事 甚至有一點默許的感覺 同一個時間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美國有一對白人夫妻 他們拿著短槍跟長槍 對著示威的黑人 對著瞄準他們 這個影片川普居然把他 轉貼到他的推特上面 讓人家覺得川普真的是很沒有人性 其實川普如果最近看星座的話 他的新媒體運應該是在水泥 因為他各種新媒體被封鎖之外 除了我們剛剛講 白人夫婦好像拿槍對著四位群眾之外 還有他造勢活動裡面 有人對他喊 Why lives matter 這個是白人至上主義的口號 他也轉貼 後來又刪掉 所以最近川普的新媒體運 他轉貼的東西三天兩頭出問題 因為他實在太發推特了 但是川普倒霉的不只這一樁 前門有狼 後門有虎 因為川普下令暗殺伊朗盛成呂的 蘇萊曼尼 所以伊朗通報國際刑警組織 紅色通緝令我要抓捕川普跟他相關的35個官員 盜案 懇請各會國幫忙 但當然這個國際刑警組織後來沒有接收 他說這是跟政治有關的申請 可是最近真正讓川普倒霉的一件事情是 有消息透露 第一個普丁一直在懸賞 要求塔利班的戰士 在任何有機會遇到美軍的狀況之下 射殺他們 而且能夠拿到證據跟我證明的話 就可以領賞金 而且最重要 因為反恐部隊主要是以美國為主構成的 其他還有一些英國等等國家的特種部隊 只要能夠獵殺到美軍 馬上有巨額賞金 這個消息被好幾個單位 包含紐約時報 包含了美聯社 都透露說有這麼一回事 那佐證是紐約時報早就報導 說美軍有一次突襲塔利班的哨所 在哨所裡面發現巨額的美金 你想想看 塔利班的哨所裡面放美金幹什麼 又不是當地有便利商店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的三倍券 叫你去兌換 不然放現金幹嘛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懷疑 美方就說等等 會有這麼多現金 很有可能是二方給的 然後又再進一步的調查 追蹤相關的匯款紀錄 他們有攔截到 二方匯款給塔利班已知的 可疑賬號的紀錄 所以表示俄羅斯一直有在贊助 跟支持神學士 我個人覺得這個紐約時報 似乎有點在切香腸 因為他一開始前幾天 他報導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沒有試證的 所以川普還說沒有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一個訊息 其實川普講得也很保守 可是當時紐約時報 沒有拿出證據 沒有想到今天最新的 紐約時報拿的 就是剛剛朱大講的證據 就是有匯款的資料 而且你還不知道後面 還有什麼資料 所以我覺得川普這事情 可能之後可能會是個風暴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剛剛耀州講的都沒錯 紐約時報拿到的資料 顯然不止這一些 但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包含紐約時報 包含CNN 他說他們拿到的資料 都是情報單位透露 你想想看 最近還有人在講川普 跟這個世界各國領袖 通話的時候 那個態度讓人很擔心 連John Bolton都出來講 我個人覺得 這有可能是真的 只是川普一直不肯相信 這一個情報 好啦 那這下出現一個問題 川普身邊的這些情報單位 是不是有洩密 否則這個資料 怎麼會讓紐約時報 怎麼會讓CNN 怎麼會讓美聯社知道 如果連你身邊這麼高階的 情報單位都洩密的話 川普顯然現在是強倒眾人推 大家都覺得你不會選上了 你沒有機會了 所以他身邊人紛紛叛變 出書的出書 外洩資料的外洩資料 那如果照這樣走的話 到底川普接下來 要怎麼樣子參與選舉 怎麼樣子勝選 顯然機會非常非常渺茫 接下來這個也被指控是渣男 在亞馬遜河 他們發現有個通體 整個身體都是粉紅色的海豚 叫做粉紅豚 他們說這粉紅豚 雖然看起來很可愛 可是他根本就是個渣男 復興漢 所以當地民眾把他抓起來 就把他閹割了 到底怎麼回事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